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拿回本应该属于我们 楚家的一切 颜真 现在的确不合时在担任集团总裁一职 我很乐意 以集团新总裁的身份 接手安氏集团 接下来 我给大家看个东西 事故之后 我做了几次大手术 情况一直不乐观 本想着 等情况稳定好转 再给他一个惊喜 看来没机会了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他 嫂子 抱歉 我的错 我应该早点给你看看 这是我哥临终前的遗嘱 他已经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给了我 我会尊重我哥楚泽家的遗愿 接手安氏集团 一定不负重我 好啊 还是得客气扶走啊 另外 我和颜真女士的书嫂绯闻 纯属无稽之谈 因为我这次回国 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大家 这个月的月底 我就要举办订婚礼 我的未婚妻萨琳娜 还有一周就回国了 届时 还请各位闪光道场 一同见证 不好意思啊 楚总 我也有个东西 想给你 和在座的股东们看一看 大家请看 这份 是佳哥在四年前 委托我找律师签署的 各位看清楚 佳哥的股份 在他确认过世之后 全部留给了他的妻子 颜真女士 我也很遗憾地宣布 楚泽家先生 于2017年 12月17日离世 再说一遍 我就是我 而我的幸福 就是守护我爱的人 你不记得我了 大树底下 派利德 我看见你在树下的样子很美 就派了一场 谢谢 我需要你假扮我的未婚妻 那你的未婚妻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 颜真 那我的未婚妻 就叫颜真 安史集团 安史集团继承人 楚泽家 失踪四年 终于有确切死亡证明 集团第一顺位继承人 楚泽家 确认死亡 多年的高层股份遗云 终于解开 据悉 是楚泽家的遗孀 颜真 获得了全部股份的继承权 颜真 于四年前担任集团旗下 新锐家居品牌的总经理 集团第一顺位继承人 楚泽家 确认死亡 多年的高层股份遗云 终于解开 据悉 是楚泽家的遗孀 听说 有人一直想要一个水晶球 只要你这次考好 我就买来送你 季节目 继承个孤递 母员 很多泽家 今醒来 心力 制作人 列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但是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是楚泽家 我回来了 当枯萎的话不再说话 当时间堆分那片晚霞 思念是他 回忆是他 循环着挣扎 沉默在回答他的谎话 是情愿催泪我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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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在说话 我梦除了他 看不见玫瑰涂鸦 对半沙哑 我只能藏起对话 爱我好吗 你最相关 还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烧旋循环 你的城堡是 我的青春是燃烧旋循环